针对中选会公布总统及副总统候选人资格审议结果 内政部长刘昌受访时补充表示 经内政部查核三组六位候选人 包括遭质疑的民众党副总统候选人吴欣盈 及民进党副总统候选人萧美琴 都没有上市或回复国籍记录 也已将结果含副中选会 三组候选人都符合内政部执长的相关规定 具有中华民国国籍 选会已经就三组六位候选人的一个资格 进行初步的一个审议 不过为了慎重起见 再次的含巡内政部 经我们查询的一个结果 三组六位候选人从来都没有 回复跟上市国籍的相关的一个记录 所以是确认是中华民国国民 至于外界关心萧美琴父亲 萧清芬的国籍问题 牛昌表示 经内政部查证 萧清芬从没有任何上市或回复国籍记录 至始至终都是中华民国国民 根据国籍法相关规定 萧美琴也跟大家一样 一出生就具有中华民国国籍 萧美琴的一个父亲 他在之前也从来没有任何的 这个上市跟回复国籍的记录 所以他至始至终都是中华民国的国民 那所以萧美琴跟你跟我都是一样 也就是说他在出生的时候 就是中华民国籍 记者张旗腾台北报道